8月21日上午,在G334次列车上,一名男乘客霸占女乘客座位,自称站不起来,需要轮椅,经列车长和城景劝说无果,女乘客被安排到商务车厢。 现场视频曝光后,此举引发众怒,男乘客遭到网友人肉,网传该男乘客名为综合,即刘涵信息经济学博士,曾从事教育培训行业,目前在中国社科院工作,今天11时55分,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通过微博也发出P有效戏车, 今日因为作罢行为被网友热热的孙鹤,被网上传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人员,经下社科院人事部门求证,得到的回复是,孙鹤没有在社科院工作过,也被在读学上,一些网友物还将中国科学院当中国社科院,在中国科学院官方微博中科院之声,留言要求回应。 今日上午,中科院之声通过微博回应称,感谢关注,这里是中国科学院,同样躺枪的还有与当世人同名的人,有网友致电奥德斯电梯管理公司,要求处理其员工综合高铁站坐一室。 昨日,奥德斯电梯公司通过微博回应称,人在家中坐,我从天上来,经查,此人并非奥德斯公司员工。 背景暴击者杨丸实习生带又轻。